好 再來我們看第二題 他說 若一個T形他的上下底的長 比為3比5 換句話說 上底是3等分 下底是5等分 那中線長為20 那問兩底到底是多少 那既然上底比上下底 上底比上下底 等於3比5的話 那我們可以直接假設這個上底是3x 下底是5x 3比5 好 他是3比5 那上底是3x 下底是5x 那中線怎麼算 T形的中線就是兩腰中點的連線 是上底加下底除以2 所以我就知道上底3x 加上下底5x 加起來除以2以後 會等於中線長20 那移向過去 所以3s加5s等於8x 移向過去2乘以20就是40 所以x就會等於5 我就算出來是x等於5 那x等於5代回去 我就知道上底是3x 所以3515 下底是5x 所以5525 然後因此 上底跟下底就是15跟25 那這一題就完成了 那我們回過頭來看這一題 考什麼東西 就考一個 中線長 會等於上底加下底除以2 那你把它列四以後 這個x就可以解出來了 好嗎 好嗎 感谢观看